好 一開始就來看到 這個美國的大選真的牽動了全世界 那尤其是中美誰才是大國該有的樣子呢 最近消息來看到 巴勒斯坦敵對的派系 比如說哈馬斯跟法塔赫 他們的高層 傳出20號到21號要到北京會談 對此中國大陸外交部 零件發言人有最新的說法 我們一起聽看看 他沒有否認 一起聽看看 中方一貫支持巴勒斯坦各派 通過對話協商 中方實現和解 團結 願為八個派開展和解對話 提供平台 創造機會 中方同有關各方的努力方向 是一致的 願同各方加強溝通協調 為實現巴勒斯坦內部和解 這一目標共同努力 好 那老師你怎麼看 法塔赫跟哈馬斯 再度到中國大陸來開會的話 那真的是對於 這個中東局是很大的影響 另外一場戰爭的則是烏克蘭 烏克蘭現在 澤倫斯基也是覺得 川普要回來了嗎 因為他說 11月份的時候 希望再舉行和平峰會 然後希望俄羅斯能參加 這態度真的是 完全不一樣 對 先談這個巴勒斯坦 的法塔赫跟哈馬斯 他們雙方都要到北京來 這代表什麼 雙方都信任北京 信任中國 而且他們認為中國的 一心一意為他們好 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 也就是說各位 這兩個過去是 老死不想往來敵對的 而且法塔赫的影響力 統治權是不及於哈馬斯 哈馬斯跟法塔赫 兩個都在爭誰對於 巴勒斯坦是最高的統治地位 可是各位想想看 當他們都看到中國大陸 能夠促成的什葉派 跟遜尼派的和解 而我們都知道哈馬斯 他的背後的支持者 是什葉派的伊朗 而伊朗都可以跟遜尼派的 老大的領袖 這個和解了 所以他們很清楚 而且很信任 中國是公正的 是不偏不移的 而且是一心一意為他們好 而且希望這個中東地區 他們必須要團結起來 而且只有團結 他們才能夠解決問題 如果他們兩個派系 繼續相鬥 那就被以色列各個擊破 而且呢 他們本身的生存 將會越來越困難 例如說 我們看到這次加沙 以色列的企圖性已經出來了 其實就是要控制 整個加沙地區 接著我們已經看到了 以色列的屯捆區 繼續在擴大中 而法塔赫所領導的巴勒斯坦 他的武裝力量 他的抵抗力 事實上是不足的 所以他的土地是 一寸一寸被以色列所佔有 而以色列的背後 支持者是誰 是美國 對 尤其是川普更是如此 對 所以川普一旦上來了以後 那未來 巴勒斯坦可能真的是 無立足之地 如果以色列這種 蚕食驚吞的方法 一點一點一點點把你吃 吃到最後 先把你切得支離破碎 接著把你一塊一塊吃掉 吃到最後 你真的是什麼都沒有了 對啊 是 整個巴勒斯坦人 那麼完全就被以色列 所併吞了 我覺得這個對於 這個法塔赫跟哈馬斯 他們應該確實要恢復理性 要恢復理性去好好 實事求是的來看待問題 那今天他們願意到北京來 我覺得這代表 他們對中方的完全信任 這點是很不得了的事 很重要 美國做不到 俄羅斯也做不到 沒有任何一個大國做得到 只有中國做得到 這個當然是一件大事 另外您提到了這個 責任司機 他邀請俄羅斯派代表 來參加這個 第二屆的和平峰會 我個人認為有變數 為什麼 第一個 俄羅斯不會反對 但是俄羅斯會提條件 提什麼條件呢 要在瑞士舉行嗎 瑞士能夠客觀 公正中立嗎 他已經做出一些 之前不是中立的事情 所以俄羅斯已經對 瑞士不信任了 那現在要找哪一個國家 是雙方都可信任的呢 我看只有大陸 我覺得這個 俄羅斯會提出 開會地點在哪裡 第二個俄羅斯會提出 那麼也就是議題 誰來負責 因為議題最重要嘛 可是我們都知道 第一屆的會議 是烏克蘭委託瑞士來辦 所以真正的 背後的是烏克蘭 而主辦方 被委託辦理的是瑞士 那現在俄羅斯 對瑞士不會信任 俄羅斯要委託誰來辦呢 到底是俄羅斯委託 還是烏克蘭委託 那議題誰來設定呢 我看這個也要吵得不完吧 第三個就是邀請的國家 要分量 那搞那麼大會幹什麼呢 那既然雙方如果都有意願 要做下來解決 相關的當事國 跟相關的利益攸關方 就可以了嘛 那只要美國 中國大陸 那烏克蘭俄羅斯 就可以了 夠了 其他不需要了 那還需要和平大會嗎 所以責任司機 對啦 那個意義不大啦 對啦 因為不需要在什麼和平大會了嘛 相關方 也就是四方 就可以來會談了 對 其實這個賴老師講到 一個很大的觀點 就是呢 為什麼現在責任司機 會這樣的做法呢 當然他可能 能夠辦到的可能性有點低 不過呢 他現在是不是也看到 風向不對了 因為川普可能真的會回歸 川普他早就已經說 這兩場戰爭 他都不希望再繼續打下去 那尤其是他們想要 集中力量對抗中國大陸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Loyal Care 歡迎收看